嗨大家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飲料系列了 YA 通常這種飲料系列就是畫面非常的單調 但是很好玩 不過會看的人也不多啦 對 然後不會看的人又不會看 如果不喜歡看飲料系列的人 可以先去聊天室跟我們聊天 這集聊天室可能特別多人 今天的飲料店其實也蠻大有來頭的 他是丫頭開的 藝人丫頭 丫頭真的很厲害 一堆副業 對不對 然後這個飲料店是他其中一個 就是說不要對我尖叫 聽說他的飲料店都是走那種文青的風格 嗯 他最近開來的風圓 那風圓也是剛開幕的 所以他有八折的遊會 所以我們就趁這個禮拜趕快就買起來 呵呵 最後一個禮拜了 對 好啦 那我們要先喝什麼 雞茶開始好了 好啊 那我們先喝個桂花烏龍 中杯 價格居然要40塊錢 對 我先憑著良心說啦 好像有點貴耶 撇開品牌的那種觀念 真的是算貴一點對不對 通常外面都是大杯30 嗯 就這是中杯40 但他中間也有那個桂花露啦 喔 花瓣的 花瓣的話就代表他是真材實料的桂花 而不是桂花露嘛 因為我以前做飲料店呢 他都是用一種很像果醬的東西 這40塊的價格 應該 是嗎 這是我喜歡的味道 因為我有喝過一些那個桂花烏龍啊 是 就是茶葉泡的 但是我是喜歡喝這種有露的 你喝起來差不多 你咬得到他裡面的那個花瓣 完全無感 呵呵 然後喝起來又有點像蜂蜜的感覺 無感 很好喝 就是桂花烏龍啊 跟茶葉泡的味道不太一樣 我真的喝不出來耶 哈哈哈哈 茶不茶葉還有桂不桂花我真的都 I don't care 好啦好啦 因為我以前有這部飲料店 我們店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那個比較喘正統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以前喝到的味道就是這個味道 所以我很喜歡 好懷念 40塊會買嗎 不會 太貴了 講一堆那麼好喝的話 結果40塊自己不會買 太貴了啦 那我們喝下一杯吧 下一杯 下一杯 這叫什麼名字啊 冬瓜檸檬氣泡飲 這個算我滿有興趣的喔 氣泡飲耶 但是我們從風源這樣搖搖晃晃回來 不知道他會不會沒氣耶 嗯 而且我沒用這個妝 真的 我還問他說我用這個會不會沒氣 感覺會露氣耶 對啊 他感覺就是一種酸酸的氣泡飲料 因為他裡面有那個檸檬片 感覺應該不錯耶 但是他的冬瓜味 我倒是從顏色看不出來 他有什麼冬瓜的顏色耶 這樣 這什麼臉 好氣喔 好槓喔 很刺激的感覺 好槓 很槓耶 那是什麼 槓槓 槓槓 我不知道 這是哪國語言啊 那你叫槓 那你叫槓 的那個槓 有人聽過嗎 這是道地台語嗎 我不知道耶 還是你剛剛發明的 不是我剛剛發明的 那你叫槓 對啊 叫槓耶 我不知道耶 很刺激的意思 哦 但喝下去會突然被 這個氣嚇到 嗯 他是有氣了 有氣了 就是如果你們知道 C Alamo的味道的話 C Alamo是那個很明顯的 呃..果薑的味道 但他這個是 果粒果汁 就是水果的那種汽水 這個滿好喝的耶 我覺得這個在夏天喝 超級解渴的耶 這還不錯 這是我會去買的一種飲料耶 他第一口下去的話 味道有點太刺激了 但是之後越喝會越順口 嗯 我覺得他的檸檬味不會很重 對啦 好喝 味道也算是一點點層次 你喝下去會喝到氣嘛 那氣先放一旁 然後你會先喝到檸檬的香味 那個酸 但是呢 那個冬瓜來又把你甜度給中和掉 對 所以你不會覺得太酸或太甜 但是你是一種很中和的汽水 還不錯啊 它尾韻整個喝出來的時候是 沾個盒在一起的味道 不會是冬瓜味或是檸檬 對 不會太單 欸還不錯耶 這個我可以 但這個一杯要六十塊 可以 中杯的 可以 這樣子你可以 可以 ok 因為我去買CC檸檬差不多五百五也是三十啊 那我不如買健康一點的 而且又是汽水 男生就是愛喝汽水啊 最後兩杯我就 感覺就是很有比拼的感覺啊 我們先喝 先喝有料的嗎 喔好你想喝這個對不對 我們默契一向不太好 對 那這杯呢就是桂花可可牛奶 蠻特別的耶 沒有聽過這種飲料耶 我們本來沒有要買這個 因為他們這間店的特色就是 桂花東西特別多 嗯 那我們在選這杯的時候啊 就是有點想要把他淘汰了 因為 我們前面已經有一杯桂花烏龍了 結果我們又看在它是 可可加桂花的份上 就是有點 衝突 我就覺得 好像又有點搞頭 欸你喝東西聲音震得很大聲耶 呵呵 我在用心感受 你可以去做AXM吧 吞東西的時候 你不用看麥克風耶 我們可以跟那個挑嘴男合作 看誰吃得要大聲 那你根本就不叫麥克風了 幹嘛 這完全冷掉是怎樣 沒有我在感受 喔 那就是可可的味道啊 嗯 還是忘了解 你剛剛也鼓勵了一聲耶 呵呵 嗯 阿華田 哈哈 你是怎樣 你也要冰塊 呵呵 阿華田啊 如果你把這個飲料的名字遮起來 我真的以為它是阿華田 就是怎麼想都想不到桂花去 嗯 完全都長不到一點邊 對 可是它裡面其實有那個桂花的葉子 你可以看一下 沒有 最好看得到啦 阿華黑盆了 說真的啦 沒有桂花的那種桂花香 對啊 我覺得它的阿華田味道太重了 會不會其實 本來就是不應該喝到桂花的味道 我是覺得它可能忘了家 不太可能吧 我們上次有一集飲料店 我說它是無糖 你說它不可能忘了家 呵呵 沒有可能我們喝就這幾家飲料店 命中率這麼高了 呵呵 那喝的沒味道啊 我用聞的都沒有 你聞這個桂花烏龍也聞不到桂花味啊 百分之百聞得到 我聞得到 呵呵呵 呵呵 我是覺得它的阿華田味道太重了 我覺得它有家 只是我們喝不出來 好吧 不然你現在問這個店 如果你有在看的話 然後這邊那剛好是你做的話 我們是在禮拜二的晚上 快要打烊的時候 去桂園店買的 好不能啦 呵呵 請問你有沒有夾到桂花 呵呵呵 這邊呢是六十塊錢 也是中杯的嘛 嗯 我覺得 不會再買 我也不會 可能是因為可可 喝起來本來就是會不直接可 嗯 算了它叫可可 它有家 喝出來了 喝出來了 有家 有家 我喝到桂花香了 真的 哈哈 它真的有家 為什麼我突然喝到了 你再喝一次啊 它會有突然間冒出來一個桂花 冒出來在那裡 欸我在這裡 有這種感覺 對嘛有嘛 是嗎 那是桂花啊 由於現在喝到桂花的葉子了 沒有 你要不要給大家看 對 你還很被我騰進去了 我覺得就真的有家 你看你也喝到了 不要 但是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但是有香氣 很微小很微小的香氣 真的 你要這麼震驚就對了 要震驚啊 我不能讓你誤會它 好 因為我吃到花了 所以待會我說它真的有 但是它真的沒什麼味道 但是這也可以間接的說明 他們真的是用桂花下去調的 好的 我們來下一杯吧 喔喔 你也沒了 我也沒了欸 這個是我們的重頭戲 這是什麼 這叫做 玫瑰鮮奶茶加芋圓 喔 地瓜芋圓 這不要70元了 沒錯喔 而且是裝備的喔 好貴 不過好喝的話 我原諒我決定原諒 好 喝喝看吧 OK 我覺得它的層次其實蠻明顯的 不要看它現在已經被我們攪散了 但是我們在騎機車這樣點點勃勃的 它在我們家的時候 層次完全還在 超誇張的欸 嗯 就是代表說它的那個 泡啊還是什麼的 打得很綿 才會有這種感覺 對吧 點頭或咬頭就好了 這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算的嗎 不是 不是因為它那個奶泡打得特別綿順 它沒有奶泡 我覺得蠻好喝的欸 因為我 沒有很喜歡喝鮮奶茶 但是這個會一直讓我想要吸的鮮奶茶 嗯 喝起來蠻順口的 然後它的玫瑰味是淡淡的 店員推薦它的地瓜芋圓很好吃 嗯 我這樣吃起來真的是很Q欸 不會覺得太硬也不會太爛 我覺得它的玫瑰雖然味道不明顯 但是很加分欸 無處不在的感覺 就是你喝奶茶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玫瑰味 然後吃芋圓吃那個裡面餡料的時候 也會有一點玫瑰味 對 但是它都不明顯 嗯 就是有一種站在旁邊的那種邊緣冷 但是你又不能忽視它的感覺 跟一般的鮮奶茶加玉圓比起來 它真的是更有誠實一點 這我還滿喜歡的 哈哈哈哈 這個喜歡的程度有點像華德萊那集的黑白珍珠 就是想到這間店 嗯 就會讓我有一種 唉唷那我要來喝這個的感覺 哇 每間店都有每間店的飲料嘛 自己心目中 嗯 它可能會變成很淡杯喔 所以它比你剛剛那個氣泡飲好厲害嗎 氣泡飲的口味 其實你去別的飲料店 有可能喝得到 或者是你在家自己調 都喝得到 但是如果是一瓶 我們這幾杯喝的話 它是算好喝的 噢 我們輸了的飲料 都是做半糖微冰出的 那杯氣泡飲是不能調的 嗯 這個玫瑰真的好喝耶 對 會一直讓人家想要回味的 那好像70塊耶 超貴的 我現在回過神了 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 70塊耶 中杯 這樣子70塊 對啊怎麼了 你還會想要回去買嗎 我不會了 哈哈 好喝是好喝啦 但好貴喔 對啊 跟你說價格在哪裡 桂花烏龍40元 冬瓜氣泡飲60元 對 這個可可的 也是60元 還是80 60嗎 60 然後這杯最後杯 都是70元 然後你們不要看他們 都是那麼大Size喔 全部都是總杯 對 你們去買 你只會買到這個Size 哈哈 就是以上的報價 都是這個Size 報價 我覺得它的飲料都很特別 都是一般飲料店喝不太多 就很繽紛啦 很漂亮 那可能以想要拿它來拍照的 那些網美網帥 應該花這點錢我覺得還行 對啊 70塊拿到一杯飲料 要拍個照 100多個讚喔 完美 而且幸好100多個就是要網美嗎 哈哈 我說完美 對我來說 100多個就很完美 哈哈 那經過以上的試喝呢 就可以發現 藝人看的店 其實價格都偏高 真的耶 但是不難喝 就是滿好喝的 貴的有理啦 我只能這樣說啊 滴妹那個也很貴 對啊 滴妹很貴 但是Lulu的卻還好 這個跟滴妹的 嗯 我覺得這個呢 可能會比較吸引我一點 因為它比較少鮮奶系列 它是桂花系列比較多 我反而比較喜歡滴妹的 因為它很鮮奶多 你喜歡那種畫畫草草的 我喜歡奶 對 呵呵呵 感覺我很膚淺耶 感覺很澀耶 哈哈哈哈 好那就這樣 如果你們喝過這間飲料店的話 你們有什麼感覺 或是推薦飲料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了 那我們後天再見了 掰掰 喝光 帶了我們那個馬骨也要上市囉 馬骨是什麼啊 葡萄多多嗎 對 要跟網友推薦我們的 我們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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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段時間 今天 我們看來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